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智慧家社群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的Alan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哈喽 欢迎Alan 你好 哈喽 好 那我想先请Alan跟我们分享 智慧家是在做什么的呢 我们的定位叫品牌通路商 那什么叫品牌 品牌是一种信任 那我们是通路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曲道去做销售 那我们先谈品牌的部分 我们公司卖的产品大概只有 自创品牌或是独家大一 就这两个而已 那其实这方线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 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独家大一 自创品牌 因为我们才能够确保每一个 在哪一个通路价格 以避免恶性竞争的方式 这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的初衷 在这个地方 我们才能够确保我们的通路商 它的获利的结构 跟它的利润空间 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做的诉求 才会造成乱七八糟的一种状况 这是我们做的品牌方式 那通路商又分另外一个方式 我们首先讲通路比较分 有分私立通路跟虚拟通路 那我们私立通路又分成内销又跟外销 对不对 内销又分成不同的通路在不同的量饭店 反正有店面的通路叫实体通路 就是这样子来去做 那我们目前的通路都是找 以外销来讲都找总代理商 因为我们都是独家 我们看提供我们都是自创品牌 跟独家代理的部分 我们代理的有六个品牌 独家代理的部分 我们有日本的富山吃药 富吉亚马的富山吃药 还有那个马来西亚的丘米尔 还有那个 那个马来西亚的佛利桑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还有Super Vitamins 还有加拿大的 还有澳洲的苗栗 这就是独家代理 这是独家代理 来做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这是国外销让我们找总 回到我们刚才所调同路的部分 外销都找总代理商 它一定跟着我们公司的行销 再怎么配合 但是我们要符合他们当地的国企 去符合他们当地来去做 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是外销的部分 那国内的部分 我们都找经销商来做代理 所以你会在我们的 什么去城市 堂市门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在诸多这方面来去 或是丰康 台中来讲是丰康 还有全联的团购 这些我们都来去做这样的一个配合 好 虚拟通的部分 一定是有公司同一集体来操盘 公司同一集体来操盘 那我们就透过AI AI的沟通 AI的设计 塑造出 向信任感 去走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们也不给人家操盘 因为我们也可以交个什么直播 团购这些东西 我们不交给他们的原因 有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会蛮容易消加竞争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是说 因为所有跟我配合的事情 都很重视消加竞争 这个部分 我不能说我一定不会发生 但是我尽量不让它发生 然后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公司在这一块做的还蛮彻底的 所以比较辛苦 那是我们自动状况来做处理 所以现在店长讲的什么跨境电商 跨境电商或者是这样 其实那个都是虚拟跟实体的诊 都是我们公司在进行的业务 就是这样的进行 是 那其实可以看到你们台面上 其实你们所伴售的这些产品 其实还蛮多有 而且都是比较属于生活上的 都有 都有 那你会比较好奇说 Alan 你对于像你们公司的这个核心价值跟理念 主要想要传承的是什么 共好 共好 就共生重创共荣 Together is power Alanian 是 Together is power Alanian 那应该是说 其实你自己也经历了很多的疯疯之遇 因为其实之前在创业过程 其实也经历了大概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对 对 那在过程有没有遇到 比较令你印象深刻的事物呢 嗯 我在口罩那段疫情 我疫情那段时间是我印象蛮深刻 我觉得人 我常常比喻说 因为我在中部的口罩界有算是蛮大卡的 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产品叫防疫物质 那在那时候疫情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卖口罩了 都没有想到说 会有发生这个疫情 然后因为我们本身不是工厂端 我们是属于同路上端 那必须要跟口罩工厂交货 其实我觉得疫情当中考验人性考验很多 我这辈子没有讨论跑那么多次 不管是我去告人还是什么 反正是被告还是什么去调查局 我没想到说我跑那么多次 因为这坦白讲跟我是没有关系 但是大部分是我告人比较多 因为他们是收的钱不出货给 是为了利益 什么狼心狗肺的事情都 看着那个烈性 其实我会觉得说这对我来讲 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养分 因为其实台湾的口罩厂水准都不很高 现在都在收了 一起来都在收了 水准大部分都不高 大部分 我在这么讲就大部分 因为我口罩厂接受了将近几百家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清楚 其实我会讲的意思是说 利益是一种魔界 它是一种罪恶 为了利益 然后把很多东西牺牲掉 所以这些到处是回向给予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卖任何的东西 我们就不用这种角度去做事情 我们把它看着散 散 还有以回购需求解决问题的角度去做诉求 解决角度去做诉求 你要解决人家的问题 像我们在卖Trumir的婴儿沐浴用品 还有像婴儿的婴儿乳 我们里面有增加的 那个配方也是跟我们马来西亚 Trumir的关董这样的调 我要增加维生素跟益生菌 让它取代废纸粉 因为废纸粉事实上是致癌的东西 因为小朋友的婴儿皮肤是我们 比我们称的皮肤保三十五%左右 所以它那里面有加废纸粉和滑滑 因为里面有华丝粉 那个华丝粉是对皮肤是很伤的 因为它主要你的防气孔呼吸 而且你皮肤这么把 因为里面有化学会渗透 所以婴儿生这个品牌 Joseon就是这个事情在 这事情闹得很大 就是因为里面会自癌的物质 所以Joseon就没在除肺脂粉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我们要一种有废纸粉的功能 又加上维生维他命C跟E 然后再加上那个益生菌把它加进去 让我们取得所有的认证去解决取代它 这是我们公司做的东西的一个商品的核心的理念 以这个然后又可以解决 很多女孩子皮肤有过敏 他什么东西不能擦 可是很奇怪就擦我们东西就 几乎都没有 因为再过敏的我们都有遇过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配方用直萃 直萃 我们取得欧洲直萃顿认证 所以直萃的一个认证 所以他去做 所以你每一个商品 每一个定位 把它定得很清楚的时候 解决人家什么事情 其实很多的东西都不是 就不是问题 销售那都不会是问题 因为你是卖的是需求 拼的是回购 对 要的是解决 所以你这种不同的 那讲的是诉求 所以你这样的诉求当中 去知道它的解决 这样的需求 这些东西 自然而言就可以讲得很好 所以我们有一套话术 针对我们的同路上跟技巧上 都要照我这个话术讲 都照我这个话术讲 你才不会定打 你知道吗 才不会说 各讲各的 所以我们公司在这方面 跟我们合作久了 他其实跟我们合作有好处 所以省下想这些的事情 我们都帮你解决了 也因为我们会去解决事情 也确保你不会乱讲 所以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 是我们公司的文化解决 那你自己说对于公司 整个上是未来的发展 又大概什么样的想法 讲真的还没有 很特别 那这其实就是顺着走 为什么 我这个跟我的经历有点关系 我从小到大好像没有娶过女孩子 都是女孩子来追我 但我现在太太也是 然后我觉得说 我只有一个太太 我从来到就只有一个太太 我没有立过魂 其实 但是我从来没有玩过女孩子的感情 从来没有玩过 就是交一个女孩子 所以跟她分手 在换女人其实从来 从我长到 我的历练一直来就是这样 然后我这样子讲说 未来什么样的部分 我就未来规划 是给自己一个愿景 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可能我实物经验太多 不太相信plan这个东西 计划这种东西 因为你计划原本赶不上变化 所以要我讲 我与其不要去计划它 去如何去应变 应变这个东西 我觉得未来的比较重要 但是有一个生意 我知道一件事情是 我来一个客人来留置于客人 我来一个客人留置于客人 来一个客人留置于客人 我就不用担心我的营业有愿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我不会想说 什么凭什么上市柜 有没有可能 我不能否认 如果这样的机会 我不排斥 但是我也不会绝对说 我这样凭什么上市柜 或者去买人家公司 去从营业 不干这种事情 我宁可这样辛辛苦苦 这样子实打实 这样扎扎实实的做 也不要用一些东西 去做谈我一切的事情 可能是我自己在做事业里面 花若芬芳蝴蝶自然 所以你今天听我讲几个故事 你会发现 你怎么每个产品都办法讲出这些 因为你消费者买的是 用的是需求 买的是感动 买的是感动 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说 你能够这过程当中 等下的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问我工作未来 我只会告诉你 我只会越来越好 为什么越来越好 因为我的员工越来越独立作长 我的客人不是找我 开始找我的同事 就像我们今天出快材 我们今天出快材出了一千多季 我也是刚刚在看LINE 才知道今天出了一千多季的快材 我自己都不知道 都是他们弄 因为你身为一个业主 是要创造一个舞台 让每一个人有他的舞台 更好的舞台去发挥 你扮演主角就扮演 你扮演配角 你甚至扮演路人讲 就扮演路人讲 你甚至当道具 也要扮演像道具 他就是一个来去做 所以你每一个角色扮演的 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只会越来越好 我会像一般人企业主任 说我们三年舞内这花孔私职有多少钱 我听着说你 还好过的没几天 你知道意思吗 就是讲的做得到的没有技嘉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假问题 所以要我讲 如果你今天跟我这样子 也是结了一个缘 对不对 那应该给你感觉不差 然后是不是会想 有第二次第三次 那我们会不会越来越好 所以together is power 要我讲我会更重视这个理念 更重视 以人际 以上客户来讲 我会重视客户怎么永续 那你上边讲 怎么重视回购 再下说来讲 重视亮点跟需求 然后我在不同的角度 有不同的面向 我把这些事情做 我不用担心我不会好 这是我的逻辑 那如果当天是一个年轻人 然后他也想要出来创业 那你觉得你有什么建议想给他们的 去失败吧 去失败 你说失败为成功之母 对啊 你就好像你叫一个女朋友分手一个 叫他十个分手十个 叫二十个分手二十个 我跟你讲 你不要想看那几十个那个力量 那个累积出来 后面你是感情高手 什么叫恋爱高手你知道吗 交了一百多女朋友分手一百多 那个女孩居然没张开 就知道他讲什么 什么叫婚姻高手你知道吗 离了好几次婚 他对婚姻的感觉不一样 那才是婚姻高手 所以我就觉得说去失败吧 我讲说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害怕失败 你不要害怕 因为害怕是一种负面的能量 你要是解决 也许说你要害怕不想怎么去培养出 自己能够解决的能力 可是你没有经过这些失败你不会解决 就是你没有遇过 所以你不知道怎么着手 就像你没有分过手 你不能分手的感觉 下次带一个新的女孩 真是要怎么去承认女孩子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话 跟一般人的观念不大一样 所以我会讲说去失败吧 没有这种逻辑有点 要去做一个方式 未来产业会不会走AI会 未来是未博3.0的时代 5G的时代 因为5G比4G快100倍 所以你要想一想 未来什么DOT Trikware chain AI 还有这些的东西 哗啦哗啦哗啦 一样都跑出来 慢慢的跑出来 所以有一些产业结构会变 当然 像大陆就已经出现了 自驾的计程车 就完全没有司机 就是都已经在做这种事情 他们看起来很好 这蛮危险的 大陆的东西有这样都比较OS 可是已经出现了 所以代表他的一个产业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要变了 有人去做这件事情吗 像我们这样做平面设计 你还做Photoshop 还做Ela 慢慢做 除非你有很好的创意一个idea来做 很难 很难 但是我会觉得说有一些事情 我给你一个最重要的建议是 你一定要学会一个技能是很强的 就像我通常跟我的学生讲 一辈子投资 不会赔钱 就是投资自己 这个技能当中什么最好 就是培养写作能力 一辈子投资不会 你会写作你不会摇戏 你会写文案 你会写分析 你会写plan 你会写什么 这个都要文案能力 你文案能力表达好 你的简报功率就不会少 一辈子不会赔钱 要是我会比较接受 你有这样的方式 我就是无论能力也不差 所以说我做这种事情 还有多去体验跟生活 就是说你会有很多的养分 所以你讲一些话就会觉得很好笑 而且我讲话起来浅浅易懂 就是画龙点睛 不会说太多 而且应该说人生不断都在面临选择 毕竟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那当然其理提到 唯一不变的也是一直在 我知道你讲的意思 可是我觉得这种话 我还蛮强的 因为我讲之后就是干货 因为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那是传销语言 你知道吗 其实 你要谈选择 你要去培养是怎么去做 适合你的选择 或对的选择 因为我们很多人 我们每天都在做一些 很勉强自己的事情 你明明就不适合 你要去做 去做勉强自己的事情 其实我们每一个 其实很常面对真心 可是我会觉得说 今天要选择说 你要先认识你自己 假设你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好 但是你做事情很细心 你就适合做那种 品质 品管 或是那种 quality 那种品管的工作 那也是一个方式 其实有一些人 你要知道他适合做什么 好 你想创业很好 这冒险精神 可是你要被去承担失败 对不对 承担失败 还有你做了就不要怕失败 还有你做了可能一定失败 我不要怀疑 讲真话讲这种话 你连失败都不怕 那你就适合创业 就我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连失败都不怕 你就适合创业 所以我讲这些的语言 可能不见得人家都认同 因为听那学学老师讲 老师就没有你多好 老师什么样 中外快乐 老师现在在拔肥 我只要你说真话 我学校看我们学校那些老师 我们学校那些老师 我们学校那些老师还好 就是说开学校那些老师 说一段 就是开工 是有理理人人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理论的东西跟物实 不一样 但是你也必须要理论的基础 去支撑你的物实 所以我就是有很好的理论基础 又有物实的经验 所以有时候物实跟理念会 会互相交换 还是有肩辈的时候 所以这是没有放弃教旨的原因 一直没放弃教旨的原因 因为教旨是一个很好的 让你去学会进步的一个来源 所以说你要讲是 还有一个部分 现在就是说 所以说老师讲的东西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对的 还有父母亲讲的东西也不完全是对的 表面上都是说的 爱你为你出发点 但是你别忘了 时代背景不同 那个方式不同 我为什么常讲这个例子 我就记得我是六年七生 我就记得我看到我阿公 我阿公是从收音机直到天下的 阿嬷都听到垃圾了 今天什么公布的电台 他说的news都是从收音机来的 我爸爸是从报纸直到天下的 早上起来看报纸 你看报纸要怎么样 对不对 我这个年纪是从电视直到天下 我喜欢看电视 可是后面年纪是从 手机 不是七年七八年 七年级是从 是从网路直到天下的 那现在八九年级是从手机直到天下的 你大家使用的工具不同 你要跟他谈什么 难道用阿公的垃圾 有跟九年级的讲说 我跟你说 现在你要在听电台 你怎么在讲 你叫你 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适合 在哪一个 一个领域 你的领域到哪边 我觉得很重要 还有一件事情 你目的性要强 所以目的性来讲说 我就是要做什么 背爱老师以为说 目的性很强就是一定要成交 没有 我一定要跟你做朋友 我一定要想办法跟你做一笔生意 但目的性要很强 或是我一定要这个产品要怎么样 你目的性要强 我会觉得 你有这样的理念来谈的话 你连失败都不怕 目的性就很强了 你说你没有谈创业的很强 是 就真的是不要害怕失败 因为没有事故 有人都不会知道 我们今天谈了很多次这种方式 也许你可能 你可能也反映了很多人 我讲一大堆 他自己认为的道理跟理由 我觉得 讲这种话 以我现在的sense跟修养 跟我的观念 我不会去干这种事 我不会去讲 我就讲给你讲说 你连失败都不怕了 你就有创业的本情 是 那么今天的部分 我们就真的非常高兴 邀请到Alan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他在人生历练的一个过程 那么谢谢Alan 来到我们的人物展访 都是很痛 都是心痛的感觉 是心痛 那么谢谢Alan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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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